同学们,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编故事。 用等式五六分之五减三分之二等于六分之一编一个小故事。 我们可以将六分之五看成是桌子上有六分之五份蛋糕。 静静吃了三分之二个蛋糕后,还剩下六分之一个蛋糕。 同学们,要是有更好的想法,也可以和周围的同学进行讨论哦。 这节课,我们来用0.23m加0.58m等于0.81m。 这个等式来编一个小故事吧。 我们可以看成是一条长度为0.23m的绳子。 和一条长度为0.58m的绳子。 相加后,长度等于0.81m。 这节课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画面中的图片。 图片中,绿色的玻璃弹珠占了32%, 黄色的玻璃弹珠占了18%, 所以,绿色和黄色的玻璃弹珠共占了50%。